五十七 凡是之成功者 必事迹而入 闻习而动 知其含义而不行之 故夺他祸所先 终力备夺 古曰 才觉明日便悠悠 才觉病便是药 共奋之力 人类进步而前 如是之道 而当散思自悟也 凡是一切事情的成功 都有机遇在里面 其前提是 自己必须具备相应的学识才得 当机遇一致的时候 不要迟疑 要适机而入 闻习而动 也就是说 看到机会来了 只要知道某件事情是件好事 在此时去做最容易成功 就要马上动手 一有消息 立刻就去做 否则 去迟了的话 就会被他人抢先一步 你就失去机会了 所以古人说 才觉明日便是悠悠 才觉病便是药 这就告诉我们 以意识到要做某件事 建立分析正确 不要等到明天 今天及时就把它做了 刚刚发现生了病 立刻就治 不能拖延时间 如果拖延时间 病就严重了 做生意也好 待人接物也好 一切事情都是如此 知道了 就应该立刻去做 当然 我们并不是要大家 去抢夺别人的利益 但是 如果所有人 都不失时机的共同努力 就会推动社会的物质 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社会前进的步伐 就会加快 这个道理 是很值得大家散思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